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的 两个母体平均数差的这个假设检定 那么这个部分我们介绍的是独立小样本的第二种状况 首先我们整体再来说一下 常态母体的前提之下 我们如何去处理这个小样本的问题 第一种情况 就是说小样本我们现在先介绍一下 它都是在30这样本数在30以下的抽样分配 如果说这个母体的两个变异数都已经知道了 那么这个题目是最简单的状况 那么我们既然知道它是常态母体 而且母体变异数都知道 那我们的统计量当然很简单 Z Z的话底下这个Sigma是混合后的 混合后的要怎么算呢 是第一个N1分之Sigma1的平方 加上N2分之Sigma2的平方 然后加起来以后这两个变异数 然后再开一个平方根 这是混合后的 这个我们前面有证明过 那么这是最简单的状况 那么我们现在有兴趣的是什么情况呢 母体变异数不知道的情况 如果不知道 那么我们要告诉各位同学 我们在这里我们要这边一定要用Sigma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用样本变异数 就用样本的标准差 换给它 用S来换给它 但是如果说我们一旦用S进去了以后 这个地方要用T来去做修正 好 那我们现在确认不相等 那同学看 我们的统计量是什么 T 我们就用这个来做 问题是这里是S 这个S 我们跟上面一样 把它写出来 N1分之S1 N2分之S2 这个地方 我们要看看 确认不相等 不相等 我们这个地方可以融合吗 不行 既然不相等 那我告诉各位同学 这个地方 这个S的 综合的S就这样子 但是它的自由度 就比较麻烦了 自由度 各位同学看一下 要仔细的看一下 我们要等一下会用到 这个自由度 相当于也是一个加权的一个自由度 那么这是第一个部分 这是第二个部分 那各位同学看一下 是不是蛮复杂的呢 是对的 如果说是确认相等 也有它麻烦的地方 确认不相等 也有它麻烦的地方 来我们再复习一下第三种状况 如果母体变异数是不知道 但是确认相等 这情况一样 要用T分配 用T分配 这个地方 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造写 因为这两个是变异数未知 但是确认相等 所以我们没有道理 这两个要写成不一样 所以既然是要一样 那么我们就把它写成一个 SS就拉到外面去了 问题是S1跟S2会一样吗 不见得一样啊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取呢 我们就这样取 我们用加权的方式来取 那各位同学看 这就是顺便的话呢 再复习一下 Sプロ的是什么 这是第一个自由度 第一个编译数 第二个自由度 第二个编译数 这是总的 两个合在一起的自由度 那么我们开一个平方根 那么我们熟练了以后 其实这个还算好 那么自由度合在一起 没有问题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一个立体 现在有两个地区啊 我们这AB地区 这是假设的 薪资结构 假设是在常态分配的状况 我们想看看A区 B区 它的薪资 是不是有差异 这个是三万六 这个是三万一 那我们现在是 这是假设的 所以我们都用数字来看好了 现在的话呢 调查出来的结果是这样 请看 这是什么 小样本 既然是小样本 请问同学 题目有没有告诉我们 母体的编译数 没有 那么既然没有的话 那我们准备要用 S1跟S2来取代 那么我们要用T分配 可是使用之前 我们还要了解一个问题 如果说母体的变异数 相等跟不相等 这个做法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先检定 母体的变异数 是不是相等 那么当然 第一个就是H0 S1跟S2的这个平方 先说它是不是相等呢 先假设 再过来就是不相等 这是对立假设 我们再来看F值 F值这个地方我们解释过了 我们就不必须要再继续解释了 S1的平方 那是多少呢 这是100 下面是16 所以我们算出来的结果 我们的实测的值是6.25 6.25到底大还是不大呢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直接说出来 我们必须要看看标准的F值是多少 所以我们必须要进行一个差表的工作 现在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自由度是几 15减1那就是14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从14着手 第二个自由度是几 是10减1那就是9 所以我们找一下14配9 找到了3.8 3.8的值 我们发现这个值是6.25 我们还要不要再去算那个另外一边的呢 我看起来是不用了 各位同学问看为什么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 这个值啊 是3.8 我们这个值是6.25 是远远的大于右边 远远的大于右边 结论就已经告诉我们是显著了 它是不是相等呢 不相等 那这边的话呢 连看都不用看 它不可能是太小的 它这个是6.25 已经太大了 就是说差太多了 意思就是说相不相等呢 好 否 来我们把它写出来 两母体变异数不相等 如果不相等 就要用不相等的做法来做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题目 已经知道了第一步了 我们就把它清空 准备用T来去做检定的工作 现在我们把它清空完了以后 我们准备来去做一个 建立一个假设 假设是怎么做呢 μ1 这H0的话呢 是μ1等于μ2 假设这两个相等 再过来的话 这是对立假设 写出来完了以后 现在我们准备最麻烦的 就是自由度 自由度 等一下我们要查T表的时候 又用到 这是混合的自由度 我们不方便使用这两个 直接相加减2 自由度好像会降低一点 来我们看一下 自由度是第一个 第一个变异数 除以它的数量 第二个变异数 除以它的样本数 两个相加之后平方 然后这是各自的 我们算一下 这个是需要各位同学 是按一下计算机 然后算出一个近似值出来 当然用Excel也可以 直接算出来 我们把数字都带进去了 带进去之后 我们算一下出来 多少呢 19.75 大约20 好 我们知道自由度 我们要准备用20了 那么现在下一步是什么 下一步我们就是要算T值了 T值 本题的T值要怎么算 X1 bar X2 bar 减掉Mu1减Mu2 这是我们标准的做法 这个地方 当然因为Mu1跟Mu2一样 所以这边就不要写了 来我们继续写下去 上面是1 2的这个平均 36减掉31 这是几 5 根号 这个地方 我们因为不一样 所以我们各做各的 这是N1分之S1的平方 这是N2分之S2的平方 来我们计算一下 它的值是多少呢 算出来是1.739 好 现在这1.739到底够不够大呢 差异够不够明显呢 当然还是要看的是T表 这个地方自由度是20 来我们从20的地方着手 这边是双微检定 0.025 在这边 2.086 双微检定 列出来 这是2.086 这是负的2.086 而我们这个地方是1.739 1.739是不是落在中间呢 对的 落在中间 那就代表是什么 结论不显著 不显著的意思就是差距没有那么明显 所以我们是接受H0 我们相信A区跟B区差异不够明显 接受H0 那么这个题目就是我们在小样本的第二种状况 利用的是F分配 然后检测出来的是它的自由度 这个是自由度的问题 比较麻烦的问题 这是自由度的 那是在一个两个母体变异数是不相等的前提之下做的 那么在这个单元的话 我们介绍了这个叫做独立小样本的母体平均数差的假设检定 那么我们整体回顾一下 我们还是提醒同学 常态的题目 如果说是Sigma1跟Sigma2是已知的 我们没有问题 直接使用的是Z 那么我们刚才用的是什么 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我们先进行的是一个F检定 F检定完了以后 我们发现它不相等 不相等 这个地方麻烦是麻烦在自由度 这个是麻烦在哪里 SP 计算上来说的话 都有它的麻烦处 那最简单的就是这种 那当然如果说它不是常态 那么我们就没有话说了 就直接使用的是五母数的检定 在后面我们会教的 进行的